各位星島電視和星島中文電台的聽眾和觀眾朋友大家好 來到這個未人專訪的時間 今天聊天很開心 請到幾位嘉賓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當然請到我們新任的香港經貿署處長 我們駐三藩市的處長 有請到就是我們蔣志豪 蔣署長你好 各位星島電視的觀眾你們好 蔣署長這次來到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帶來了兩位導演 分別大家熟悉的就是關錦鵬關導演 關導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我們新進的導演陳志豪 陳導你好 Hello 大家好 講起這次來到三藩市 其實我就想問一些比較特別的問題 說得多偉善 其實就是來到三藩市 其實有很多我們當地非常正的美食 以下我有三樣東西想問大家 你們各自選擇和說出為何要吃這東西 分別有這個clam chowder 就是周打蜆湯 還有這個珍寶蟹 還有這個就是生蠔 我想問一下處長 你會吃哪一樣東西呢 你讓我選擇的話 我就會選擇珍寶蟹 因為香港的美食之都大家都很清楚 生蠔或clam chowder 我們都會比較容易吃得到 珍寶蟹在香港就沒有那麼多人會吃的 所以來到這裡就更加有一個三藩市的特色 所以我會選珍寶蟹 那關道呢 我也是選珍寶蟹 因為視覺上我覺得 就是在香港不多見到吃到 就是在吃的過程中那些蟹腳 就是一個 除了有口感好之外 質感很好 好 那程度你又怎樣 我可以三樣都不選 即是你不吃海鮮的 不是我吃了 我喜歡 但我其實第一次來美國 我小時候看到一些一盒的麵 很想吃那些 一盒的麵是外賣 就是電影裏面有一個中國標誌的那種 那些 但這三種可以帶你的好朋友去試一下 好啊 我以為你會選生蠔 好了 那不搞笑了 說回來 這次我知道蔣署長帶了兩位導演來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關於這次來到三藩市 每年都有一個電影節 這次請了兩位導演過來 其實都是想和這個電影節做一個宣傳 我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今年就是我們香港駐三藩市的經濟貿易辦事處 第六年跟這個三藩市的電影協會合辦 香港電影節 每一年我們都會跟他們 最主要是由協會選擇八至九道香港的電影 就來到這個電影節 就等帶給這裡的觀眾可以看到香港的電影 那今年就很高興可以邀請到關金鵬導演 也有還有陳導演和其他的導演 帶了他們很多的經典電影或者新的電影來到 總共九道電影將會在 由今天開始一連三日就會在三藩市上映 講起這個代表電影 其實都橫跨了由八九十年代到現在二千年代 就是千禧年代的電影 至今都有兩位 一個就是我們大家知道了 知名關導演和我們新進的陳導演 首先想問一下關道 這次你的兩個作品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是嗎 都這麼多年了 要熟悉的都熟悉了 因為今晚的開幕電影 阮寧玉我是九一年拍的 正正今年是第二十五年了 一段長時間 《燕之寇》更久了 《燕之寇》明年是三十年了 所以是老的電影 那不算老 這是經典在我們心裏面 不停的力久上身 不過我覺得《燕之寇》好 《阮寧玉》好 我們都看到這幾位演員 最方華正貌的時候 是的 譬如說《燕之寇》 我們大家都很喜歡的哥哥和妹姐 然後《阮寧玉》就是張曼玉小姐的代表作之一 張曼玉、梁家輝、劉嘉玲、葉童 都是最方華正貌的時候 其實想問關道 其實你都拍了這麼多電影 還有很多電影 大家知道以女性角度出發為主 其實你覺得現在有沒有一些最新的挑戰 例如現在這麼多年過去 其實女性在這個時代的轉變裡面 亦都發揮了更多的角色 其實如果現在站在千禧年代 你會拍一些什麼類型的女性題材電影 如果現在要拍過 如果要拍當下 我覺得更加是至強不適 我覺得現在很多 因為特別我接觸到很多 我們演藝界的朋友 很多演員 無論男女都變成好朋友 但我譬如好像剛才 我Radio做訪問 那個不要說阮寧玉那個年代 阮寧玉因為人言可謂四個字 自殺 但是我覺得到今天其實網絡上面很多暴力在裡面 人言可謂的東西完全可以套用到今天網絡的暴力 我覺得特別是演員 特別是女性 很多時候是被人用網絡語言去侵犯 我覺得更加應該是自強不適 有很多事情自己做了不怕承認 不要做的我當然要反抗 那想問一下關道 現在當時你選了很多 大家心目中最經典或者最喜歡的影星 其實到了換了千一年代 其實你覺得有哪些新進的女影星 你覺得是符合你這個題材的角色 我覺得新進的 其實有很多 我覺得劉嘉玲今天繼續發光發熱 我覺得林家欣 大陸的女演員魏寧 都是很年輕 但是我覺得是在演戲 或者我們看到她以後的發展 戲露很寬廣 說回人言可惟 其實有一件事我們都想問關道 其實關道在90年代初的時候 其實已經很大膽 那個年代相對較現在來說是保守很多 那個時候已經是非常大膽公開了自己的性向問題 其實對比起現在來說 其實你覺得那時的氛圍和現在的氛圍有甚麼轉變 以及你當時是怎樣衝破這個關頭 因為那個年代來說算是很難得的一件事情 我當然有經過掙扎 我小學中學 我都是在香港一間很有名的基督教學校讀書的 那我曾經還是虔誠的基督徒來的 那我覺得在come out的過程裡面 當然有掙扎 但是我經常掛在嘴邊的 我身邊很多朋友變成了我很好的榜樣 我說其實人和人相處就是大家互為鏡子 大家看到大家的憂缺 那我身邊看到很多鏡 看到我很多朋友生活得很有勇氣 那我覺得是一直在鼓勵著 那這些鏡子 我看到我的朋友的勇氣是在鼓勵著我自己的 那至於我覺得 你說那時90年代中到今天 那個氛圍 對於性向選擇的氛圍是否有改變呢 我覺得當然開放了 但是我覺得始終都很多人戴著有色眼鏡去看這件事 始終是一個minority來的 如果不是沒有那麼多朋友 是希望能夠為這個族群發聲 我覺得如果今天你問我 我還遮遮掩掩的時候 我覺得我不愧對我自己的選擇 所以在這裏我覺得其實不同的族群 都應該有自己的空間 所以我90年代的時候 我自己也沒有想過 到底come out 之後會是一個什麼狀況 人家怎麼看 我沒有想過 那說起人言可惟 說回陳道 其實你的點五報 其實現在在香港方面也上映了 我非常剛介紹的時候已經說過 打個廣告才幫自己 說過你們的票房非常好 是進入這個頭五位的 其實當初拍這個電影的時候 後面有些聲音 其實也有說過 有些人說你收了錢 出汗不出錢 就是一些比較平衡的情況出現 其實你又怎樣看這件事情呢 其實這件事情是挺痛心的 因為大家當初是沒有想過台前幕 是沒有想過點五報上映了 因為我最記得拍攝的時候 或是拍完之後 那些演員和工作人員 我最多就說 喂 搞成怎樣 上不上到的 是否真的上到的 那我就說 是呀 現在上到的 其實我內心也問一下 上不上到的 所以大家當初做是為 單純想做好這個故事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故事如果 如果 那時不拍 我們相信迷了二十年三年 都不會有人拍 亦都不會有老闆 相信會給一個合理的價錢拍 所以我們大家台前幕後 還有很多電影界有心的前輩 他們都全力去幫 希望可以做到一套好的電影給大家看 所以到真正上映 大家都很期望 究竟觀眾會不會欣賞的時候 突然在上映之前 出了一篇這樣的東西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是很痛心的 但會不會變成都算是 幫了你們多一點的話題 說一說 這個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現在你知道流行 是逆向炒作 但想問回陳道 我們剛才所說的點五部 算是你的身材裡的第一部電影 其實點五部這部電影的名字挺特別 點五部 即是甚麼為之點五部 點五部 其實是半部的意思 哦 半部的意思 最主要是零點五部 將時間和半部合在一起 看完電影就會知道 其實裡面有多重的意思 哦 其實點五部有多重的意思 是的 其實這個故事 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香港很傳奇的少年棒球隊 當初你是怎樣拿到這個題材 即是拿到這個靈感呢 本來當初我是不打算拍棒球片的 即是本一個屋邨 你自己對棒球了解嗎 不了解 不懂的 本來是個屋邨成長的故事 之後那幾年 在報紙上看到一個人說 沙燕橋背後 就是因為一隊棒球隊 贏了一半隊 前特首曾蔭權有份參與的故事 然後就 曾蔭權前特首都有參與 有啊 他有份搞的 所以他在沙田做政務官的時候 噢 OK OK 所以跟著之後就覺得 哇 這個故事很傳奇 應該要香港人要知道 所以我上去就配合了 我本身想說 我選擇的故事 就是點五部 所以其實點五部這個傳奇 都看下去 加上電影 大家都很期待 說回處長 今次帶了兩位導演過來 其實我們民眾 特別是三藩市的居民 想欣賞這次電影節 有些什麼的渠道 其實如果大家對這個電影節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站 就是www.sffs.org 就可以看到有關電影的資料 以及可以去買票 OK 如果買票的價錢方面 或者那些東西都要上網看完 對 上網就有很清楚的資料 好 節目時間 在最後的時候 想問一下各位 就是現在一個 作為一個輕鬆一點的題目 來了三藩市 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處長就知道做事 除了做事之外 大家說一樣 就是最想在三藩市 看到或者玩到的一些東西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一樣很難說 因為很多朋友都跟我說 就是在三藩市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冬天我們要去滑雪 可能三四個鐘頭車 然後夏天要滑浪 也是可能很快就駕車去到 所以我想我接下來 在三年都會希望多些 感受一下在三藩市的生活 那關道呢 我這次是一個很短的 visit 所以我希望多走一些街 就是找多些人民風情 是的 空氣這麼好 天氣這麼好 陳道呢 因為我在香港很少做運動 我想來這裡跑步 感受 即是跑山 山人之處 那是幽靈 沒錯 做運動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尾聲 很感謝主長 關道和陳道 來到我們這個現場 多謝幾位 多謝 多謝 多謝